今天是澳门回归中国20周年纪念日 也是悉尼届澳门特区政府的就职典礼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赞扬澳门成功实践 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使命 同时强调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之后 绝不容许外部势力指手画脚干预港澳的事务 今年是澳门回归中国20周年 澳门特区政府今早8点在金莲花广场 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 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区区旗冉冉升旗 在场的宾客和民众屏息凝视 向中国国旗和区旗行注目礼 欢敬澳门回归神州 一众达观险要 较后仪式到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参与庆祝典礼 同时见证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宣誓就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辞时 力赞澳门成功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不止特别行政区民主政治有序发展 澳门人也享有广泛的权利 自由得到保障 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 坚持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 全面管制权和保障 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 坚守一国原则底线 自觉维护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 习近平也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意志坚如磐石 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和澳门事务 他相信中国人可以把一国两制体系发展得更好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